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在今天主持了他們全國 這個地方黨部的主委 要來宣誓要徹底的掃黑 但是這個大拜拜裡面 大家看到只有一個人 敢面對鏡頭講出他的主張 其他各地方黨部主委 非常詭異 看到鏡頭閃得像什麼樣 什麼都不敢講出來 很奇怪 來看一下今天的狀況 總統 黑道入島 有一人要你主動辭黨主席 你怎麼看 總統是要出手米瓶派系鬥爭 你會這裡聊一下嗎 你會說什麼要跟總統爭論 還沒有 你還認為說 會不會覺得2022的地方很難選 基隆市也是一個 抱歉 抱歉 謝謝 辛苦了 我們現在有2萬5千人 其中只有三成的 資料是齊全的 台北市黨部 希望能夠跟每一位黨員保持聯繫 再來我們要落實黨費自繳 台北市黨部不會允許集體補單 在這裡中央跟地方的政策 必須是一致 好 剛剛吳英龍 已經講到他一些做法 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告訴大家說申請人 他說2萬5千人 台北的部分 只有三成資料是詳細的 其他人都不齊 可是他沒有講 他應該要講清楚 如果不齊補田還是不齊怎麼樣 全部開除嗎 所以會不會只剩下這三成 然後我不允許多人 使用同一支手機 這講過得不難 那就每個人再辦一個號碼 2萬5千人當中 只有三成資料是齊全的 那其他怎麼辦 你補齊 不補齊 不補齊的怎麼辦 落實自繳檔費 這其實也不是問題 因為我幫你繳 跟我給你錢繳還不是一樣 還是可以叫你自己去繳 大家比較關心的是 譬如說你這個掃黑會議裡面 到底所謂的綠黑 你會不會讓它滅掉 現在你知道嗎 大家說我終於聽懂 什麼叫墨綠了 就是又黑 又綠 大家最關心的是這件事情 我們的國策顧問黃成國 跟黑幫參加他們北聯邦 2019年60週年慶 做主桌 當大家回頭再去看 這個新聞的時候 大家覺得非常驚訝 這個是鏡週刊裡面的畫面 做主桌 趙英光跟黃成國 跟歷代的幫主 還有當時新的幫主平哥 坐在這個主桌裡面 這是鏡照拍到他們兩個人 就坐在這邊 這個應該是用貴賓的身分 按照他們的說法 但是你知道嗎 在這一個場合裡面的外面 全部都是黑衣人 就元山飯店 全部都是黑衣人 標準黑幫的這一個活動 當地中山分局的分局長 親自作證 在現場刑警都到了 還拍了全程錄影跟蒐證 但我覺得警察不會覺得很怪 壓力很大嗎 貴違國策顧問的黃成國 就在裡面做主桌 那你們蒐證的警察 不會覺得士氣 受到嚴重的打擊嗎 好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 蘇貞昌現在 當然他也看到很多一些 有貓膩的地方 他今天早上行程的時候 本來前一陣子是蘇貞昌壓力很大 大家都逼他要辭 因為他無能 該做的都沒有做 導致泰魯閣的意外 但是他現在好像覺得 壓力不在他身上了 壓力變成在總統的身上 今天早上活動的時候 兩個人相遇的時候 他還跟總統聊一下說 你的西裝是新的嗎 還碰了一下 現在疫情期間 不要這樣子接觸 但是還是碰了一下 兩個還聊了一下 聊得非常開心 看得出來前陣子太魯閣意外的時候 蘇貞昌氣色不好 講話上氣不接下氣 可是現在看起來 笑得可開懷 我們看這照片 然後總統跟他有說有笑 蘇貞昌趁這個機會 還告訴大家 因為他前陣子裡面 被大家質疑說 他說換就換 把這一些人事裡面 都換成自己的人 他趁著這掃黑會議 把兩件事情都在一起 來替一下他的說法 你看我照蔡總統的宣誓 只隔了幾個人 馬上就有媒體 或者有名嘴扭曲成為 說這個是派系惡鬥 是我要安排自己人等等 這都是改革過程中 會碰到的阻力或者扭曲 這樣的掃黑到底有沒有意義 賓哥怎麼看 你確定他們是要掃黑嗎 還是漂白 我真的覺得吳怡農 真的是一個 誤入政治叢林的小白兔 因為他出來 昨天我們大家看到 他一支支吾吾的 對自己到底要講什麼 都不清楚 他今天出來 講出來的這些東西 我不得不說他今天有進步 是 有進步 至少有邏輯 對 比昨天流利多了 對不對 看起來比較鎮定的 真的 老師你沒有聽到 昨天之前的講法 要鼓勵 但是問題是 你講的這些東西 其實基本上沒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你怎麼去做到 才是真正的問題 好 你說你很希望 跟這25000人聯絡 你自己講的 其實透露出什麼訊息 這一頭一大堆人 大家都用同一支手機 等一下 你的講法 就是告訴我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辦法聯絡到他 請問一下 連這個人都沒有辦法 聯絡到他的時候 請問你怎麼叫他補資料 你要直接把這些人砍掉嗎 所以你要把七成的人砍掉 這條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難怪你當初當選的時候 得1000多票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表示你們這邊 只有7000多個人 只有7000多個人是真的 其他全部都是假的 不過他也沒有說資料不齊 他要砍掉 他沒有說要砍掉 可是實際上就算他不砍 這些人也是空虛黨員 礦號黨員 因為這些都是假的 實際上你真正能夠聯絡到 只有7000多人 所以這一些就是表示 可是民進黨這個情況 這是台北市黨部 你以為其他黨部不是這樣 我看大概每個黨部 都差不多是這樣 那可是今天 兵哥那我一個問題 為什麼全國其他的黨部主委 大家看在鏡頭都害怕了 不敢講話 刪了 刪了 多了 多了 因為這個時候講什麼都不對 還是他們的黨部問題更大 是啊 因為你要知道 台北市都這樣 你覺得地方會好到哪裡去 那更好笑的就是 他們還一下說什麼 要用網路的登錄的 重新登錄入黨的方式 AI或是實體的 或是AI的 但那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人 你的主事者 如果本身就容許這些特例 這些例外的情況 那有什麼辦法 我們都看到 黃成國當時是主委的時候 就大量開放讓這些人進來 同樣的 你地方黨部 如果一堆人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開擺是會也沒有意義 那實際上今天 他們在會內部的時候 那個嘉義市黨部主委 實際上又開砲了 開砲之後 連劉兆好都跳出來 在那邊講 那請問一下又有什麼用 你們到底協調出一個 真正有效杜絕的辦法嗎 我覺得並沒有 因為今天在我看來 這整個會議叫維穩會議 他不是掃黑會議 是維穩會議 就是要維持安定 讓民進黨 大家能夠坐下來好 把利益分配好 不要在外界看我們笑話 就是這樣子而已 其他不會動的 因為很簡單 到現在 黃成國的國策顧問被拿掉 沒有 他自己也不想值 蔡英文也不想動他 然後中常委 一樣好好在那邊 當一個指標性的人物在那邊 你蔡英文碰都不想碰我的時候 請問一下你告訴我要掃黑 你會看得到貴 那實際上北聯邦 那個事情我覺得很好笑 你有去過參加這種會議員 都知道 你覺得警察很尷尬是不是 錯 每一次主桌上 都做一對民意代表 每一次都是這樣 他們也習慣了 對 所以這是台灣的黑社會文化 如果這種文化不杜絕 我跟你講 黑是永遠掃不完 還有另外一個插曲 我們看到下一張 段一康 因為我們的周一康扣結 特別提醒大家 提醒現在的記者 不要看到這個黑道 黃成國 你就不敢罵 要大力的罵 好好罵黃成國 可能蔻姐沒有在看本節目 段一康就說 他想起一個往事 2011年的時候 又20年前 當時羅浮柱在立法院 打了李慶安 他在市議會受訪 把羅浮柱罵了一頓 所以我們TPPS的主播方念娃 就邀他上節目 那時候T台還在巴德路 後來他們到了現場 是同一個時間 只在不同的棚裡面 他說他覺得最奇怪的是 訪談結束之後 居然有一位攝影機 扛在肩上 就跟著他拍 跟著他一路進到了電梯 電梯下了兩個樓層 門打開 居然是羅浮柱 旁邊還有兩個黑衣人 非常奇怪 他也覺得莫名其妙 羅董在搭電梯 我再相信應該那個時空 應該是凝結的 那段宇康就說 對方 羅董就跟他講說 年輕的 你真厲害 意思是說你還滿會講的 他覺得最妙的是 後來他一直在想 他說後來一個月的時間 他騎車出門 都是提心吊膽 他說過了20年了 他到現在還在困惑 TPPS的攝影機 到底是要保護他 還是想要錄下精彩電梯的打人畫面 我是想跟他講 巴德大樓那一棟我去過 電梯有監視器 外面出來也有監視器 他真的不用太緊張 所以我們不是怕漏畫面 我們只是習慣說 有新聞的當事者來的時候 我們新聞部就會派人 跟著你拍一些反應畫面 不然都是節目的畫面 也不好用 所以不是要保護你 但如果在電梯打 那可能就是另一種 反正立法院打的時候 那時候也確實有監視器 可是段一看這麼一講 大家就想說好 羅副柱的身分是什麼 天道盟的第一任的盟主 黃成果是什麼 被稱為天道盟的精神領袖 當然他接受訪問說 那是社會 那是警察 取得綽號 取得頭銜 兩個人都有管訓的紀錄 羅副柱從政之後 他料血管的事情關狗籠 警文案打了李清安 立法院審查打了余政道 到李發裡面當靈袋 可是有人講說 好歹他是靠自己選舉 羅副柱是什麼 他是 黃成果他的部分 他是去當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他說他雖然出身草莽 原本用字說出身江湖 但他絕對不是黑道 二十幾年來 滴酒不沾 連過馬路都不會闖紅燈 在路邊他也不會抽煙 所以他對黑道的定義就是 喝了酒 抽煙 闖紅燈 就是黑道 那不得了 滿路 滿街都是黑道 現在的狀況 羅副柱他在2001年的時候 逃到中國了 但是黃成果現在是國策顧問 羅爾志公布了一個最新的照片 是今年2月28號 禮拜天的時候 這是什麼 在巨星會 巨星會就是頗髒的 這家餐廳裡面 天道機構近邀 有這個說他天內朋友 不是說他朋友天天 是說他朋友是天道盟的 他天內朋友給他 在這席經裡面 他那個嘎嘎腳 又是我們的國策顧問 這到底怎麼回事 老師你怎麼看 真是有意思 我真想問一下段一康 是你最近到底發生 發現了什麼事情 你怎麼會嘿嘿嘿 笑著四聲 然後說勾起一段 整整20年前的往事 提到羅浮柱 大家都很奇怪 我們需要答斷你一件事情 我也想起來 我們其實有把這一段找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這一段 立法院今天是一個共犯結構 羅委員剛剛的一句話 昨天一句話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麼這個貓不在了 這個老鼠就作怪 那麼是誰讓這個羅浮柱先生 可以這樣子在立法院作威作福 尤其是立法院的最大的政黨 國民黨 還有立法院的院長王金平先生 跟所有的立委 其實都要承擔相當的一個責任 我憑著良心在立法院做事 我問心無愧 你不要說你無虎 你就是死國 我也照樣對付你 台北市南區的選民 能夠用你手上的一張選票 如果能夠投給 在當選邊緣的候選人的話 那麼就可以降低 羅浮柱當選的機會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小段委員 講話會頓的 老師你看 羅浮柱撿的電腦說 年輕人立正的講 他批批刷 他說他批一個個 小段這個 我不知道他聯想到什麼 至少你看他講 大家都聯想到最近 鄭立文跟何志偉 他們跟環城國對象 都批批刷 他們刷到現在連兩個都要找水護 申請警方來保護 為什麼 環城國講的也是很野蜜 說何志偉 你以後選舉 我都會讓你支持 讓你支持到哪裡 那到底聽到會感染 還是真的聽到會笑眉眉 那是心聲 但是我看起來 何志偉跟鄭立文兩個都心聲恐懼 所以才深情隨悟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有志那個就更有趣 怎麼忽然間又冒出來 大家都是要打臉黃城國 你不夠乾脆俐落 我說真的 小段這一段 拿黃城國可能類比羅浮柱 羅浮柱至少光明磊落 人家說他黑道他不回避 第二個他就直接老弄 我選舉 我進去我就扮演立委的角色 我在立委辦的好不好 我後來聽說 他在立法院的事實上是滿上道的 滿講道義的 他當然把江湖那一套弄上去 可是黑道有些如果講起道義 比白道 比那個政客 比那些表裡不一的還上道 所以至少羅浮柱在裡面 風評不錯 他有沒有真的 是故意這個惡意太過度 我認為相對於其他 明明就是實際上享受的 各種各樣的力量 把那個勢力拿來 黑壓弄得一直弄 講起來乾淨俐落 漂得乾乾淨淨 人家羅浮柱比你俐落多了 老師我打架一下 我今天看到一個論點 民進黨他們現在一直翻出來 告訴大家 國民黨裡面有多少黑道 可是他們忘了嗎 國民黨當年他丟了政權 就是因為他爛 他腐敗 你現在民進黨要跟他比爛 我正要講這一點 我說你今天段一康漏 這個是幹什麼 至少還在說 蔡英文當然是希望 像你剛剛講前面那一段 把這些什麼主委都找來 希望趕快蓋下去 趕快習士你的 趕快重新講一些表面話 要把它抹過去 腦斷就是不服 腦斷很好 就是把它弄出來 到底有沒有派系內鬥 到底是不是要加深這個東西 說真的 民進黨裡面 像剛剛前面羅智鎮還在幫黃成國 開脫說他下去這個叫做經營地方 你至少你們裡面要點是非 蔡英文八年黨主席 進來多少黑勢力 你們這些人跟他共處共舞 至少小段還是要修辭 用點間接的方式表達 其他人是怎麼樣 都死了嗎 你整個民進黨比爛 比張 比墮落 這像樣嗎 小段至少這個地方 還敢想風一下 我說黃成國搞不好嗆一下 他也會心生畏懼 又有最新的六都民調 然後高雄又是最後一名 而且發生了一連串 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們休息一篇課馬上回來